2011年10月21日,北卡州州长普渡及本州其他商界人士来到苏州参加苏州工业园区国际商品展示中心的剪彩仪式。 该项目北卡州企业Longistics及瑞比林贸易有限公司的合作成果,公司均在中国有分支机构。 今天对各位来自中国北卡州及美国其他地方的贵宾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展示中心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这里有14000家企业,苏州有700多万人口,它已成为投资者及商界人士云集的一个城市。 我们相信派特和段的努力一定会完成项目的使命并实现其商业梦想。 北卡州有着优越地理环境优势,并且被评为最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的州。 展示中心位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销售产品和服务提供展示机会,通过与瑞比林贸有限公司达成的合作, 美国的企业可以更快速有效地进入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 参与该项目的公司已成功接触这已有着几百万潜在客户的大市场,您的参与将获得同样的机会。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电话919-281-2788。